我们看这个是典型的木刑手 木刑手分强弱 这是偏弱的一种 掌宝纸细指缝漏 这是偏弱的木刑手 而且纸节间也见横文干扰 一般人纸节间见米康树文 代表衣食无忧 横文干扰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人生阻碍还是比较多 我们看这个柴位 柴位也出现杂纹 说明正才有一些不稳定 容易起伏 而且时常漏材 从指缝漏也可以看出这点 生命线初期出现一些锁链 并且脑线和生命线粘贴很长 生命线的锁链 说明出生环境一般 身体素质也偏弱 金星球偏薄弱 而且轻金浮现 说明体质一般根基薄弱 脑线代表自身 生命线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 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的话 说明依赖性很强 少独立性 而且做事偏谨慎 小心 个性内敛 还有一些自卑 不过脑线大分叉 学运不错 生命线在28岁左右 建一条上升线 这个阶段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并且结合大拇指出现凤眼闻来讲 对男孩子来讲 凤眼闻是有文昌心忽悠 学运非常不错 假设刚才讲到上升线 说明三十岁左右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不过整体后期生命线还是锁链重重 体质确实是一般 人生路也走的阻碍比较多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感情方面感现初期出现锁链文 重情感性偏敏感 感性之人重情并且容易被烂桃花干扰 我们看中年时期有一个大的长条的倒纹 甚至有烂桃花来干扰到婚姻 那么我们看结婚线下垂也看到这一点 结婚线下垂在婚姻当中的情绪偏悲观一些 不是很乐观 而且对婚姻的期待不是很好 就是说不像一些 假如说感性线尾端上翘 他就有一点心性要求比较高 对感情当中充满激情和活力 那么像这种结婚线下垂的人 也容易被一些烂桃花惊扰 心态不是很好 容易有一些悲观情绪 感谢观看